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网友就说了 就连自家庭在小区里的汽车都裹上了一层薄冰 这沈阳虽然没有长春这么壮观 但是既然早局部地区也有结冰的现象 看来冬天真的是来了 其实这洞雨是由冰水混合物组成的 它跟温度低于零度的物体碰撞 就立即会冻结成降水 也是初冬或者是冬末春初的时候 一种灾害性的天气 所以东北的小伙伴大家在感叹美景的同时 千万注意出行安全 另外昨天中央迹象台连发多条暴雨橙色预警 北方暴雪冲上热搜 然而在同一片国土之上 南方多地气温却超过了30度 甚至创下了同期最高气温的历史记录 应了那句话 你在北方裹着雕 我在南方露着腰 露着腰 昨天内蒙古多地出现了降雪 山中的早庄 泰安 林漪 还有辽宁大连都打破了11月单日降水量的记录了 今天还将会持续 黑龙江东南部 吉林西部和北部 辽宁西部 内蒙古中部以及东南部 河北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雪 部分地区有大暴雪 黑龙江东南部 还有吉林北部局地有特大暴雪 在强硬雪来临的同时 北方气温也暴跌 特别是东北 今天的部分地区的气温累计将会下降10度 局地甚至会下降超过15度 气温将会创下今年入冬以来的新低了 然而今年的江南热到破了记录了 多地气温超过31度 我们这都要穿棉裤了 南方热出了夏天的感觉 尤其是广东的各位网友 纷纷表示说 还开着空调穿着短袖呢 就是你在南方吃的瓜 我在北方动脚眼 真是切身感受到了祖国的浮原辽阔 冰火两重天的现实 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 无数网友就呼叫了秦岭 说快开门 给南方透透气 不过气象部门说了 眼前的暖都是障眼法 江南等地本周末到下周初 也会遭遇明显降温 累计降温幅度呢 都是在15度以上 甚至下降会超过20度 到了22号的时候 像长沙武汉合肺的最高气温 将会降至10度左右 气温变化剧烈 大家一定要合理增减医务 对 而且忽冷忽热爱感冒嘛 随着天气转冷 现在我国南北方的都已经进入到了流感的流行季节了 今年流感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 国家流感中心的主任王大燕说的 根据最新的流感监测网络数据显示 今年目前全国流感流行的水平较低 预计在往年1月的流行高峰期 也不会出现较大的流行 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低于历年的同期水平 可以举一个例子 比如我们检测全国流感监测网络 监测网络实验室呢 每周检测9000多份的流感样病例标本 这是我们从我们的少典里 就是抽查的流感样病例的样本 这里面的阳性的流感标本呢 也就各为数 就是五分啊四分啊 就是四分啊五分啊 就是很低的阳性率水平 王大燕表示 不仅是中国 今年全球流感的流行水平都相对较低 世界卫生组织的监测数据显示 南北半球流感活动都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而且像南半球在已经过去的冬季 也就是我们的夏季 并没有像往年一样出现明显的流感高峰 因此专家评估认为 进入深冬后 今年的流感流行高峰季节 也不会出现较大的流行 按照往年的监测数据来看呢 咱们一般在11月底12月初呢 流感活动会缓慢上升 而且呢往年的话会在1月份 1月中旬或者1月下旬 会达到流感活动的高峰 那么今年的监测数据 我们推测今年的流感活动 应该是比往年要低的 不会是说出现特别大的一个流感 流感强度很大的一个年度 因为咱们国家呢 是采取了非常严格的新冠防控措施 这对流感一类的其他的呼吸道传染病 也是非常有效的防控手段 今年流感流行水平很低哈 王大爷主任说 这个得益于我们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预防 呼吸道传染病的措施 但是大伙呢 还是不能够放松警惕 自我防护措施要做好 做到位 比如外出戴口罩 回家赶紧洗手等等吧 对专家也说了嘛 就是今年在叠加防范新冠疫情的情况之下 坚持一米线 少聚集等健康行为 也就相当于是 接种了防范疫情的社会疫苗 对于防范疫情是尤为重要的 呼吸道传染病 它的呼吸道传播途径类似 在秋冬季这个季节呢 由于这个相对人流 这个空间密闭 那么人流比较大 在室内活动比较多 所以这种呼吸道传染病 是高风险的情况 因此呢 在这个秋冬季节呢 流感和新冠 有可能别加 但是呢 我们在这里要强调呢 这个常规的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控 是可以有效地阻担 流感和新冠的 包括我们强调的 这个戴口罩 手卫生 社交距离 通风等等 这些是可以 这个两个疾病都可以有效防控的 所以呢 提醒大家不要放松防控 然后尽可能的少聚集 在这个相对密闭的空间呢 一定要戴口罩 近日国家卫健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目前全球新冠疫情加速蔓延的形势下 五国面临的境外输入病例导致本地传播风险增大 冬季将处于疫情零星散发状态 局部地区可能发生聚集性疫情 国家卫健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强化监测预警 加大核酸检测覆盖 加强鉴别诊断 降低流感等其他呼吸道传染病与新冠肺炎叠加流行的风险 专家提醒公众要对自身和家人进行监测 如果出现发热流鼻涕及其他类似新冠肺炎的一些特殊症状 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尤其是老人儿童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危人群 到发热门诊就诊 一定要戴好口罩做好个人防护 有感激做好防护更加健康 是的 说一下我们新闻继续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辽宁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情况 11月18号零点到24点 辽宁省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治愈出院一例 截至11月18号24时 全省累计报告 确诊病例289例 含境外输入65例 治愈出院281例 死亡2例 在院治疗6例 目前尚有三例无症状感染者 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接下来看一组最新消息 说近日 我国首个深空天线组阵系统 在西安卫星测控中心 喀什深空站启用 并已投入到天问1号 嫦娥4号等深空探测任务中 据了解 该深空天线组阵系统 从2019年开始建设 到2020年11月正式启用 为我国执行各类深空探测任务 提供有力测控支持 说为简化 在港澳台学习人员办事程序 便利在港澳台学习人员 在内地大陆工作和生活 教育部发布公告 决定取消 在港澳地区学习证明 大陆居民 在台湾地区学习证明 说农业农村部18日发布 10月份全国生猪存栏 和能反母猪存栏 继续增长 前期新增产能陆续释放 生猪出栏逐月增加 最近一段时间 猪肉市场供应明显改善 价格震荡下行 说内蒙古厄尔多斯市 达拉特奇警方 成功破获一起 产销有毒有害减肥产品案 抓获犯罪嫌疑人13名 导毁生产存储窝点四处 查扣制甲生产设备四套 查获生产原料 半成品 成品等约3.16吨 说记者从三峡集团获悉 截至11月15日 8时20分 世界装机规模最大水电站 三峡电站 今年已累计生产清洁电能 1031亿千瓦时 打破了此前 南美洲伊太普水电站 于2016年创造并保持的 1030.98亿千瓦时的 单座水电站 年发电量世界纪录 说文化和旅游部 18日公示第二批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名单 包括北京市门头沟区在内的 97个创建单位入选 此次入选公示名单的 还有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 安徽省鹿安市金寨县 湖北省神农驾林区 甘肃省嘉域关市 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八师石盒子市等 说11月18日 民航局再发多个熔断指令 自11月23日起 对法国航空公司等航空公司的 多个航班实施熔断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说听下 我们信用继续 今晚呢说一个让人高兴的消息 曾经流失海湾一百多年的 圆明园马首同像 终于要回家了 国家文物局说了 今年年内呢 我们就能在圆明园里 看到马首同像了 其实从一年前 大家一会就盼着这一天呢 2019年的11月13号 圆明园马首同像捐赠仪式 就在国家博物馆举行 马首同像被正式捐赠给国家文物局 经过双方协商一致 文物局受捐之后 将圆明园马首同像 划播北京市圆明园管理处收藏 国家文物局表示 目前北京市正在积极推进展览准备 马首今年内将完成在圆明园内的首展 展出历典就在圆明园的正角色 真是特别期待 想看看经历了百年风雨的马首同像 是啊 圆明园马首同像是清代 圆明园长春园西洋楼建筑群 海燕堂外十二生肖兽首 喷泉的主要构建之一 是意大利人郎士宁设计的 融合了东西方艺术理念和设计风格 清乾隆年间由宫廷将师精工制作 以精烈红铜为材 色彩深沉厚重 以施拉法一体铸造成型 神态栩栩如生 毛发分毫避现 历经百年风雨而不秀史 展现出了极高的工艺水准 是一件非凡的中国古代艺术品 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 圆明园惨遭劫略焚毁 马首同像与其他十一尊兽首同像 一同流失海外 2007年8月 国家文物局了解到 圆明园马首同像即将在香港 苏富比拍卖有限公司拍卖的消息 第一时间表达了终止公开拍卖的 坚定立场和促成文物回归的良好意愿 香港苏富比公司对此给予了积极的配合 9月份何鸿孙先生得知了相关情况之后 以高度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凯然出资抢救流失文物 结束了马首同像百余年的离散漂泊 在此后 马首同像一直在港澳地区公开展示 在国家文物局的协调下 2019年11月 何鸿孙先生决定将马首同像正式捐赠国家文物局 目前圆明园十二大水法当中的十二生销兽首 都已经有大概八个回归中国了 其中龙首目前是在台湾保存蛮好 不过蛇首 鸡首 狗首 羊首 目前依然是下落不明的 希望剩下的这四个兽首也可以早日回家 是啊 除了圆明园的马首回归之外 最近又有一批流失海外的文物回家了 国家文物局昨天通报 经过持续25年的跨国追索 68件流失英国文物已成功归国 这些文物包括了瓷器 陶器 石器 铜器等等 时间跨度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清淡 1995年2月英国侦破了一起国际文物犯罪案件 发现疑似中国文物 2020年1月伦敦大都会警察局联系我驻英使馆 告知英购买人去向不明 且扣押时间超过追溯期 这批涉案文物被界定为无主物 主动提出希望将该批文物归还中国政府 国家文物局立即组织重启追索机制 拟定追索方案 组织专家鉴定 形成追索清单 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公约 向英方发出了追索函 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返还要求 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同意全部返还 10月19号我驻英使馆专人 护送文物至伦敦西斯洛国际局场 文物起运回国 经过国家文物局组织鉴定 68件文物当中暂定2级文物的3组13件 三级文物30件 一般文物25件 制定的包括了瓷器 陶器 石器 铜器等等 时间跨度从春秋战国到清代 整体来看吧 文物的气形较为丰富 品相较好 精品较多 唐三彩 七星盘 还有宋代的清白瓷 圆明石雕马 一组四件 圆末明初的清瓷梅品等 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的价值 说一下我们就来说这事呢 估计会让很多推理迷挺感兴趣的 因为这是一起案件 逆世盗抢案 最近呢 这个苏州无中月息的一户人家 报案丢了一条价值一百余万元的翡翠项链 项链是在家里被偷的 据报案人说呢 10月31号的时候 他回家就把这个穿戴的翡翠项链取下来之后 顺手放在了客厅的桌子上 之后呢就在客厅沙发上睡着了 第二天中午啊 当他准备再一次外出参加宴会 到一楼客厅去拿这个项链的时候 发现项链不见了 这个警方初步调查了 没有发现该户门窗有被撬的痕距 而且案发时间短啊 只有一名语文家庭教师 和一名数学家庭教师 来过给孩子补课 那么另外一个外人呢 就是住家的保姆 其实挺好查了 就仨人挨个闹吧 民警呢随即就在李某家中 对这三个人进行了调查 数学老师王莫表示说 自己对翡翠一窍不通 根本看不出好坏价值 所以不会去投手势 宇文老师陈某说呢 自己当年给孩子补课补习的时候 基本都处于男女主人的视线范围之内 根本不存在作案的可能 保姆说他也没有盗窃手势 作为住家保姆的他 根本没有机会离开房屋多久 将项链带出去 哎呀这民警调取了 事发地的周边的公共视频之后呢 判断数学家庭教师王某 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民警带着相关证明 证件来到了王某家中实地走访调查 进入屋里啊 就发现这个王某家里摆放了 很多预件等收藏品 这跟前一天王某说的 什么自己对翡翼一窍不通 完全是相悖的 果然这民警最终在他的衣柜当中 找到了被盗的翡翠项链 面对铁证 王某承认了自己作案的事实 据他交代呢 当天他去补课的时候 看到客厅桌子上 有一条漂亮的翡翠项链 因为平常非常喜爱 收藏翡翠和其他预件 也通晓一些相关的知识 王某一打眼就看到 这块翡翠价值不菲啊 昂贵的手势 唾手可得 这王某一时冲动 就来这么一个盗窃 但是这起案件的调查呢 也没有就这样简单的结束了 警方在调查的过程当中 还有了一个意外发现 那就是家中的保姆 正在遭遇 以谈恋爱为名的杀猪盘诈骗 这个在接受调查期间呢 他还在跟骗子联系 而且已经被骗了57万多元了 于是民警啊 在破了盗窃大案的同时呢 又对保姆进行反诈宣传 阻止其继续受骗 数学家教是偷翡翠项链 保姆遭遇杀猪盘诈骗 这家还是挺热闹的 当然这位数学老师呢 是给教师这两个字抹了黑 那下面新闻当中 我们说的主角小黄 就是给他的行业贴了菜 这两天啊 这小黄就小兰上热搜了 朗兵一听啊 有点摸不着头脑 小黄是谁 小兰又是什么东西 说起来对我们来说都是熟人了 我爱做饭呢 肯定经常跟他们打交道 即便你不直接接触他们 满大街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啊 大伙听明白了吧 说的就是两个外卖平台的外卖员 而他们上了热搜呢 是因为15号那天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一名蓝衣服外卖员呢 撞车起火 被黄衣同行徒手给救了出来 对 而这个新闻呢 就发生在我们辽宁大连 咱们来看一下当时的画面哈 这个是在大连高新黄埔路的路口 有一位穿着蓝色衣服的外卖小哥呢 在经过路口的时候 突然之间就失控了 撞向路员时 结果爆燃起火 危急时刻路过的黄衣外卖员 迅速停车 一边示意过往 车辆靠边行驶 一边以百米冲刺的速度 冲向了熊熊燃烧的事故地点 在充满浓烟的现场 它拖拽伤员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小黄是几次滑倒 但是却一直都没有放弃 直到把小蓝拖到了安全区域 这小黄真是好样的 如果再晚几十秒 这个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小黄是谁呢 很快人就找到了 来认识一下吧 就是她 38岁的某平台 宋餐员张德江 她说她当时真的是 想都没想就冲过去了 救人要紧 那当时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呢 这个小蓝又是 为什么会突然失控呢 整个过程 全被小黄张德江看在眼里 我们听听小黄的讲述 我早前从外卖 搬到一个市政杀水车 他就忘了我把那个管子拔了 在我那时候 你管子就死了 死了里面有钢磁 就可以马入 那篮上的 那个钢磁很细 谁也看不着 这个时候我就开始粘着 我在后面粘着粘不上 这个时候拿了一个小隔 新一个摩托车 就被人家打过车 那尾部那个钢磁给拦上了 把他就失去方向了 人家和摩托车 直接创那个天桥 给一桥顿上了 把他瞬间就吸呼 这个时间我就赶紧 第一时间把那手上的刀铁 从后面给好了下来 我就当时就行事 把他别人救了 所以那个大火里烧了 天啊太危险了 细钢磁线 一走一过很难注意到 而且我们看这个视频的回放 就是幸亏这名外卖员 他是戴着头盔的 否则头部可能直接就会撞到 撑直的钢丝 那个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不敢想象 是啊 张德江说呢 他当时救人的 就是想把受伤的同行呢 拖到安全的地方 担心摩托车会二次爆炸 但是小兰呢太重了 拽得非常吃力 后来才知道 这小兰一百八二多斤 他中间呢摔倒了两次 但还是告诉自己 不能放弃 当时真的是拼了 后来有两位过路的司机 也赶过来帮忙 三个人一起 终于是把这个伤者 抬到了安全的区域 张德江也挺细心的 110 120 119 112 他能打的报警电话都打了 医护人员 消防 交警 很快都赶过来 救人灭火 疏导交通 张德江呢也没走 留在现场呢 配合交警调查 讲述了他看到的事故的过程 其实张德江这会儿 也不太舒服 肌肉有一点拉伤 裤子也烧坏了 还有一车外卖等着送 对 就是附近的同事 听到消息之后也赶过来 帮着他就把外卖给送走了 就这样 小黄走红了 这几天呢 很多媒体都在采访 张德江 他还挺不好意思 说这有什么的呀 生命最重要 再遇到这样的事 还会出手 没什么可犹豫的 混乱见真情 现在呢被救出的小兰 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是身体严重烧伤 还有骨折 还在进一步的治疗当中 而救人的小黄呢 事后他就自己回家换了个衣服 当天下午正常接单送餐了 感谢小黄的勇敢 希望每个人在外卖奔波的人呢 都出入平安 接下来呢 我们说一下 说说那吃啊 最好的美食不是外卖 而是自己动手做的 这天冷了 您在家做一锅酸菜白肉 那是相当美味了 说到酸菜呢 这两天我们节目当中 说了一款乳酸菌发酵 即健康营养 又口感非常好的酸菜 一说到这我就受不了 今儿咱继续跟大伙儿唠唠 为啥这款酸菜 它味道这么正宗 在咱们东北 几乎什么节日 家里都得包点饺子 吃饺子 预计着团圆 那一到冬天 酸菜馅饺子 那是必不可少了 这个就是我们用乳酸菌 发酵的酸菜 包的饺子 我得赶紧尝尝 俗话说 好吃不如饺子 如果说酸菜是东北的特产 那这饺子可是大江南北 男女老少都爱吃的美食 您就看吧 但凡是个节日 就没有不吃饺子的 不过咱这酸菜馅的饺子 还真就不常有 尤其是咱热线记者 吃的这个酸菜 那可不是一般的酸菜 嗯 这个馅儿一点不柴 而是口感特别好 我得赶紧再吃一个 嗯 太香了 香就对了 这饺子好不好 不看折 看的是馅儿 这饺子里用的酸菜 正是正儿八经 既营养又健康的 乳酸菌酸菜 您看这柔韧透明的菜帮 嫩黄清香的菜叶 再闻闻这酸香四溢的味道 真是绝了 那么问题来了 老铁们自己在家 咋就淹不出 这么好的酸菜呢 埋在地下呢 主要还是为了控制这个温度 因为地温相对来说 是恒定一些 整个车间这个温度 在冬季的时候 是需要供的 在地下的温度 相对来讲是恒定的 有利于它这个产品的发酵 好嘛 感情这植物乳酸菌 和整个白菜 第一次亲密接触 入缸之后 是被埋在了地下 植物乳干菌 在温泉水的孕育中 慢慢地将能量释放 极大限度地 保留了白菜中原有的 维生素C 膳食纤维等 一次发酵后 需要经过清洗 消毒 切丝后再入缸 这次 可就要跟植物乳酸菌 亲密接触50天 进行二次发酵 让乳酸菌 充分作用代谢成 氨基酸 乳酸 乳酸菌素等 有益于人体健康的 益生菌 对这个发酵容器 处理排除氧气 利于乳酸菌发酵 这个菜呢 就是说 从维生菌发酵 酸一样浓郁 而且 可以达到免洗 开袋即食 对 就现在这样 直接可以吃了 对 这个东西 其实是很爽口的 你尝一样 酸菌酸 而且 还很脆 对 酸脆爽口 而且它这个酸味 特别是柔和 不像说 我们以前吃的 就是嚼酸嚼酸的感觉 老百姓说的那种感觉 对那是属于 可以说 那是较刺激 相对来讲是刺激 但这个是 酸味是非常柔和 就是 正好大家能接受的 这一个酸度适中 就是 对 科学的接种发酵 代替了传统的自然发酵 不但味道没变 吃的还更安全了 充分发酵 后续产品 就无需添加防腐剂 所谓的安全性指标 就是说 眼效射烟 眼效射烟 含量极低 远低于 这个国家标准限值 一袋袋酸菜 是乳酸菌和白菜的完美结合 也是时间和情感交融的家乡味道 就这个高端营养 还好吃的乳酸菌酸菜 可不是咱随随便便 在家里就能发酵成的 最关键的是 人家的原材料 您也未必能买到 和普通白菜 有很大的区别 我们市场上的白菜 农民都管叫包心菜 也叫杠菜 它的产量一亩地在 一万四五千斤 我们这个产量 一亩地在 在八九千斤 它的造价比较高 但是这个白菜好 就好在它优良的品质 白菜是省农科院培育的 优质品种 净菜只选绿色无药残的菜心 乳酸菌由省农科院监制 就连发酵过程 也由农科院技术指导 这一颗颗凝聚了 农民兄弟汗水的 无公害白菜 加上农业专家们 科技兴农的智慧 成就了高品质的乳酸菌酸菜 就这方方面面的 老铁们关心的每一个环节 都安排得妥妥的 您还有啥不放心呢 所以吃酸菜 咱就吃营养健康的乳酸菌酸菜 甭管是炒 炖 做馅 绝对是你想要的家乡味道 这两天啊 这问酸菜的观众特别多 毕竟是咱们东北冬季的 头牌美食 故乡记忆里的第一道风味 而且呢 现在家里面虽然说挺大的 但是容不下一个酸菜缸 年轻人也不会 也没有时间腌嘛 好在到处都有卖的 买起来是挺容易的 但是有一条 就是怕遭遇那个大坑菜 另外呢这亚硝酸盐超不超标啊 要说大家的需求呢 就是辽宁人的追求 省农客院乳酸菌 发酵技术的酸菜 就满足了大家 对酸菜的一切想象 植物乳酸菌发酵 不添加任何防腐剂 添加剂 最大限度的保留了 白菜中原有的维生素C 氨基酸 还有膳食纤维 等人体所需的这个营养物质 优质的黄芯白菜 二次发酵 由内而外 酸香浓郁 爽脆清香 今天开始呢 天气就真的要入冬了 暖暖的吃起铜火锅 酸菜穿肉 炖排骨炖雪肠 吃上一口满满的人间烟火气 浓浓的幸福味道 扶皮会浓 我们在行动 想要吃这口的各位呢 不妨拿出手机来扫描 这个位置的二维码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 点击页面下方的北方嗨购 让生活有滋有味 说了一下 我们来新闻继续 接下来呢 我们来关注美国的新冠疫情 美国德克萨斯州 是美国第一个确诊病例 破百万的州 加入重灾区德克萨斯州 埃尔珀索市的邦尼 索里亚 纳杰拉 就是这场在疫情当中的 的受害者 真的是痛彻心扉 因为短短几个月 他就经历了六名家庭成员 因感染新冠肺炎而离世 其中呢 还包括他的父母 纳杰拉的悲剧呢 是从今年5月15号开始的 这天他的母亲呢 新冠病毒检测成阳性 之后病情是迅速落化 入院三天的时间 就上了呼吸机 而母亲入院之后呢 她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了 没过多久 纳杰拉的父亲 也感染了新冠病毒 在另一家医院接受治疗 之后呢 纳杰拉接到医院电话 说母亲的心脏 已经停止跳动 而几十分钟之后 纳杰拉又被告知 父亲也上了呼吸机 6月正准备参加 母亲葬礼的纳杰拉 再次接到医院的电话 说她的父亲 心脏停止了跳动 而那一刻 她真的崩溃 是啊 父母去世之后不久 纳杰拉自己也感染了新冠病毒 索性康复了 不过悲剧并没有就此收场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的时间当中 新冠病毒又相继夺走了 纳杰拉的四名亲人 纳杰拉说呢 疫情期间 她的家人都非常小心 没有必要不出门的 可最终还是没能避免 这一切的发生 她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给身边的人们提个醒 病毒太凶险了 不要再举行派对跟聚餐 不要再将自己最亲爱的人置于危险之中 咱们来听一听 为了一个派对就不顾亲人的安危了吗 所以防疫不是开玩笑 疫情当前每个人都得上心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不仅仅是人们的生活 对经济的影响也很大 因为疫情很多人减少外出就餐 餐馆的生意也淡了不少 尤其是在欧洲 第二波疫情来势汹汹 餐饮业生意惨淡 那松露我是意大利料理当中的奢华之选 每年11月在意大利东部的小镇 阿夸达尼亚都会举行国际松露节 不过今年受新冠肺炎的影响 第55届松露节被取消了 疫情影响外国游客来不了 没有人吃松露 而松露的价格也是大幅缩水 当地餐馆的松露大餐也卖出了白菜奖 阿夸达尼亚主广场是传统国际松露节的 主要决办场地 受疫情影响 今年的松露节被取消 广场上冷冷清清偷着一股寒意 据当地政府官员估计 疫情给当地松露相关产业造成了 约300万欧元的经济损失 因为游客减少 市场需求量大幅下降 今年这种可以吃的钻石 价格大幅缩水 目前白松露的市场价格在 每千克1000欧元到3000欧元之间 而去年品相烧好的白松露 每100克就能卖到375欧元 为吸引顾客 当地一家餐馆推出了白菜价的松露套餐 价格相当于吃两顿披萨 我们老板决定在工作日 推出55欧元的促销菜单 以纪念第55届国际松露节 周三和周四的时候 顾客可以来品尝这个套餐 以避开周末的拥挤人群 虽然从经济上看 这种措施只能起到一定的补救作用 但对于囊中羞涩的吃货们来说 能够以便宜的价格 品尝到这样的季节限定 也算是疫情中难得的小幸福了 降价促销也是餐馆的自救措施 不能够说眼看着松露卖不出去 这样一来餐馆就可以保证成本 也可以满足囊中羞涩的吃货们 吃什么松露鹅干米其林 来点酸臭 酸菜白肉大血肠不好 但是降价也是一举两得 先别想赚钱 让餐馆活下来挺重要的 实在下咱们新闻继续吧 你遇到过这样的烦恼吗 就是走在大街上手机没电了 怎么办 那遇到好几次了 也曾梦想仗见天涯 可惜手机没电回了家 要不你说怎么办 没电了 确实是 就是挺仇人的 有人就开玩笑了 说手机现在都已经成为了 可以分离的人体器官了 就是现代人 最大的恐慌 它不是兜里没钱 而是手机没电 要是能有个随时能充电的地方 该多好 最近湖北武汉市江汉路 就出现了大量能够给手机 无线充电的路灯 这个太方便了 就路灯走不远就有一个 没电了 咱就能充电 有不少来这逛街的市民 都是纷纷试用了一下 要我说这路灯太赞了 怎么充电呢 大伙都来看一看 在这上面有一个小标的 手机充电口的都可以充电 而且是急速快充 应该是一刻钟到二十分钟 基本可以充到百分之七八十 那种 你们可以体验一下 有点就是走累了 跟歇一会儿充电吧 然后缺点就是 怕忘记拿手机 但是在充电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手机放在那边 千万要照顾好 不能被人给顺走了 相当于是 因为它是个无线充电 挺有创意的 之前其实在广州等地 也出现过 类似的充电电线杆 但是跟武汉的 这个长得不太一样 功能也有所差别 这个我看挺好 什么时候咱们辽宁水阳 也能用上了 东北地区 我觉得用起来 可能还会有点麻烦 怎么说呢 夏天还好 冬天就不好办了 温度太低 一个是容易冲的慢 再一个可能 它都赶不上 你那个低温损好早 那也不耽误 冬天咱就不用呗 对吧 夏秋 春夏秋三季用的差不多 对吧 期待更多人 更多地方都能用上 这样的设施 好来说一下 我们新闻继续吧 今天是11月19号 今天是世界厕所日 所以今晚呢 我们要说的是一条 有味道的新闻 各位正在吃午饭的 各位小伙伴 您可以先 暂时转换一下心情 对 这个关于厕所的 这个话题啊 或许难登 大雅之堂 但是这个厕所 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 每个人每天 要使用厕所 六到八回 一折算 一生中 大约有三年时间 是在厕所里度过的 当然如果说 配上手机 WiFi 充电宝 这三件套的话 那时间可能 就会更长了呀 会长到九年乖乖 但其实呢 上厕所玩手机 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 不好的习惯 因为那大肠杆菌呢 沙门士菌呢 会附着在手机之上 再通过接触 附着在人体之上 从而导致疾病的传播 我们在冲马桶的时候呢 最科学的做法 是盖上马桶盖 否则马桶上的细菌 就会长时间的 停留在空气当中 然后沾染到毛巾牙刷上 最终危害我们的健康 那如果您在外边 遇上三级 大家急着找厕所的时候 千万别冒冒失失的 跑进银行 就算去啊 也白去 银行没有公共卫生间 银行没有公共卫生间 是不是特别想问一问 这是为什么 咱们给大家一会儿 来科普一下哈 因为不能够安装 摄像头的卫生间 会成为银行的监控死角 人来人往 有极大的安全隐患 那出于安全考量 银行是不设公共卫生间的 所以说说到厕所 最近有一个新闻特别火 上海一个网红月菜馆 将洗手间的标志呢 设计成男性小人 趴在档板上方 偷看女性小人的模样 有客人表示说 这个看了让人觉得不舒服 餐厅老板却说 这是一种幽默 你们不懂 自此呢 就引发了强烈的争论了 甚至发起了 这个标志冒犯你了吗 这样的一个话题投票 微博上表示 愤慨的网友 远远高过认为 是幽默的网友 有人甚至认为 这样的性骚扰意识 其实不只是冒犯了女性 也冒犯了男性 把男性的形象刻在了 一个不尊重他人 没有边界 会去偷偷 窥探女性上厕所 男同胞应该去打差评 经过这一场风波之后 有眼尖的网友就发现了 这个偷窥状的厕所标志 已经被拆除了 这个饭店老板也通过社交平台 做出了道歉 其实真正的幽默 应该是让所有人 在会心一笑的同时 也有底线的 是啊 下边是一组 说点下的最新消息 说世卫组织网站 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北京时间 19日零时34分 全球确诊病例 较前一日增加 53万6224例 达到5532万6907例 死亡病例增加9220例 达到133万3740例 说17日 拉美及加勒比地区 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 增至1,219万2,467例 累计死亡42万7,039例 巴西阿根廷等国家疫情 再度有反复迹象 有调查报告称 过去七天内 巴西全国病毒传播率 上升至1.10 而此前一周 该项指标为0.68 说11月7日 在美国华盛顿州 举行的一场婚礼 成为新冠病毒超级传播事件 已造成约40人确诊 以及随后的两起病毒爆发事件 同时 与这场婚礼相关的病例 还在持续增加 说美国联邦航空局 18日宣布解除 对波音737 MAX机型的停飞令 但表示 该机型目前还不能立即复飞 2018年10月和2019年3月 印度尼西亚 狮子航空公司 和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 分别发生空难 总计346人上升 狮式飞机 均为波音737 MAX系列客机 随后 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停飞或禁飞 737 MAX系列客机 美国联邦航空局 2019年3月 要求美国各航空公司 运营的所有波音737 MAX系列飞机 暂时停飞 说当地时间17日晚 印度在位于 克士米尔库普瓦拉地区的 一处前沿军事哨所 突遇雪崩 导致一名印度士兵死亡 另有两名士兵受伤 印媒指出 就在几天前 克士米尔地区降下大雪后 随着天气持续恶化 该地区已经发布了雪崩警告 说近日 英格兰中部的高速公路上 发生一起卡车抢劫案 劫匪在公路上拦下卡车 将卡车司机 和一名安保人员绑了起来 随后 劫匪将装有电子产品的拖车 转移到了一辆 事先等候的卡车上 并开至九英里外的小镇 将货物装上第三辆车之后逃走 车上价值 660万元美金的全部电子产品被盗 当地警方正在全力追捕 警方表示 如果发现有人在不寻常情况下 出售苹果产品 或低价出售此类产品 可以与警方联系 说一下说健康 这几天我们的说健康板块 受到大量关注 前些天我们说了 肺癌是全球患病人数 最多的恶性肿瘤 但如果说不算男性的话 女性群体当中 发病率最高的 其实是乳腺癌 当然这个乳腺癌的发病率 虽然高 不过死亡率却较低 只要做到及时及早 发现正规治疗 乳腺癌术后五年 生存率可以达到95%以上 女性乳腺癌 是从25岁以后开始明显上升的 45岁到65岁 这段时间是乳腺癌的高发期 那有统计显示说 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朋友 乳腺癌的患者占比 大约是所有病例的70% 所以45岁以上的女性朋友 应该是定期去检查的 要做到这个乳腺癌的早发现 因为发病率高 乳腺癌也是女性最关心的疾病 大家的问题也不少 我们来听一听 专家是怎么来说的 哪些人一患乳腺癌 胸大跟胸小 它跟乳腺癌没有直接的关系 龙胸手术的患者 她的发病率可能会高 比正常的女性要高一些 因为龙胸之后 会有一些外界的一些刺激因素 长期刺激的一个腺体 会引起肿瘤的发生 女性安吉丽娜朱莉做的预防性乳腺切除术 适合国人吗 那么现在呢 我们在主要是在西方会有一些提前的预防性切除的手术 主要是针对一些有家族遗传史的女性来做基因检测 比如BRCA1、BRCA2 这种基因突变之后 那么它的遗传形象会比较明显 因为我们国内对于这种伦理没有通过 所以我一般不建议做一个预防性切除 而是建议做定期的乳房体检 体检发现乳腺增生怎么办 80%的女性呢 都会有乳腺增生的情况存在 但是几乎所有的增生是不需要药物进行干预的 而且乳腺增生跟乳腺癌也是没有直接联系的 因为我们乳腺癌 它从发生的开始 它就是一个恶性细胞的逐渐增殖引起的 而不是说从乳腺增生演变成乳腺癌的 体检发现乳腺结结怎么办 女性朋友在体检当中发现有乳腺结结 不要过度的担心 大部分的结结都是两性的 我们建议是在三个月之后需要进行复查一次 如果说这个还是一个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再考虑半年到一年来进行检查 那么我们首选的检查呢 包括彩刷和木把 这是我们正常女性筛查的一个项目 但是我们要注意乳腺木把 我们一般是建议一到两年做一次就可以 乳腺按摩好不好 那么对于乳腺按摩来讲呢 它唯一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别人给你做按摩的时候 能发现一些你早期的一些小包块 但是呢我们常规是不建议去做乳房按摩的 对于乳房按摩的时候 我们手的力度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的 那么力度过大的时候 会引起一些血管的破裂 长期的修复破裂 修复破裂之后 那么会刺激一些肿瘤的生长 所谓是说能把乳房揉开 一些小结节揉开 那一般是不太可能 也不太现实的 那么如果真是有一些小的结节 长期刺激之后 它有可能会通过血管破裂的血管之后 沿着血运进行转移 有可能会导致它的早期的扩散 关键是预防 就是女性朋友的乳房节节 一定要注意了 其实不光女性 这个男性也有极低的可能性 得乳腺癌的 我们单位一个老同志 男性就得乳腺癌 但是一般没事 这个大伙应该知道一下就行了 还是早发现早预防 而我们生病是要去医院 做检查做治疗的 而我们也知道医护人员 他们是最忙碌的一群人了 忙起来的时候 可能连吃饭喝水睡觉都顾不上 但是对于医护人员的辛苦 有些人不仅不理解 还要说一些封面话 最近的一条 医生救护车内吃香蕉的短视频 在网络引发了争议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救护车上的 有几名医护人员 他们是围坐在患者的身边 大口吃着香蕉 还有一位医生 是打开了手中的矿泉水瓶 小作了一口之后 就拧紧了瓶盖 同时呢 他是用手指着面前的机器 跟旁边的人在谈论着什么 没想到这段画面引起了争议 有网友在评论区说 还有人直接表示胃口太好了 直接去服务区吃个火锅该多好 说什么的都有 但是说这些话的人 是否了解事情的原委呢 面对质疑 当时医生出面回应了 说当时在救护车吃香蕉喝水 实属迫不得已 引发争议的视频 拍摄于河南复华外中心血管医院 医护人员一次急救转运途中 当天医生接到一个紧急救援 患者急性心肌梗死 在距离医院200多公里的五岗市 那情况非常危急 出诊医生刚查完房 立即马不停蹄地赶往五岗了 去的路上大概是有两个多小时 那现场抢救了两个多小时 为患者的植入了ACMO 然后到了返程治疗的路上 算一算时间就是有将近7个小时的高强度体力了 那这个高强度体力消耗之后 大家那会儿早就已经鸡肠鹿鹿 时间不允许停车吃饭更是不可能 那病人在车上呢 医生就在途经的超市快递 快速买了香蕉面包和水 香蕉面包能快速冲击和恢复体力 又不耽误转运和反症后的后续治疗 回来的路上 病人当时是处在镇静药物的镇静状态当中 情况已经基本稳定了 医生才得控说随便吃了几口面包跟香蕉来冲击 即便当时在吃东西 几名医护人员的视线也从来没有离开过监测仪 那也正是因为医护人员的争分夺秒 到达医院之后患者的情况稳定 已经转危为安 而患者家属知道有网友指责医生后 也表示网友不该这样误解他们 他们是救我父亲命的人 他们的付出我都看在眼里 这样的质疑要我看真的是太残忍了 怎么那么事呢 大夫医生都是人也是需要吃饭休息的 连续工作七个钟头吃个香蕉喝点水 怎么就不敬业了呢 你们那些没事找上的键盘响 你们自己嗝又为社会做了一点什么呢 我们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之下 不要随意评论和指责 因为这样的言论实在是太伤人了 好 说完下咱们新闻继续 最近上海就出现了几位 为了美不顾安全 走上机动车道拍照的阿姨 让路人啊为他们是捏了一把汗 在上海的新国路跟太阳路一带呢 是有梧桐林荫老建筑的那种别有韵味的感觉 所以拍照啊真的是怎么拍都好看 有不少人都会说这里是最美马路 特别是很多女孩子会身穿旗袍 特地到那里去留下亲影 确实是美得不要不要的 最近上海四民朱女士向记者反映 11月16号下午 她在行车途中呢 就目击了四名中年女子穿着旗袍 走在机动车道上拍照 朱女士讲啊 当天下午啊一点钟左右 我开车经过上海这个新国路 在开到新国路靠近太阳路路口的时候 我不得不放外了厕所拎不琴的 当时呢就看见了四名身穿旗袍的中年女子 她们正在机动车道上 慢慢悠悠地往前走 而在她们的身前呢 有一位摄影师正在帮忙取景拍照 在当时由于这路好啊 正好遇上了红灯 朱女士呢没有鸣笛或者交替打闪光灯示意 只是踩着刹车静静地等着 让朱女士没有想到的是快到路口的时候 这四名女子她们又折返回来了 大概是看到自己还在等她们 她们还打了个招呼 就示意觉得说哎呀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朱女士表示 这是自己本身开车很小心 所以看到了她们在拍照 那么如果遇到一些习惯 开快车的车主怎么办 如果开车的过程当中 事先受阻 没有注意到车道上有行人 以后该怎么办 真替这些老阿姨们捏一把汗呢 绿树成荫哈 这静静怡仪人确实是挺美的 也很适合照相取景 我们留下完美的倩影 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但是为了追求背景能够更漂亮 不能够把安全完全的炮中脑后啊 我们呢也咨询了律师 按照法律法规 行人不得在非机动车道上行走 那么如果出车祸可讲而知 这责任会如何来划定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之所以 把这条新闻分享给大家呢 是想提醒大家 我们不能够为了拍照 就完全不管不顾了 这样的话对人对己 都是极其不负责的 拎不清淡 说那下咱们继续来说新闻 咱们说说电视剧 《人民的名义》里边 有一个桥段 讲的是丁一真是窗口 群众来办事都得弯腰 半蹲半战的办事 那个不得劲啊 真是遭罪 结果达康书记出手 专制丁一真 看的那个过瘾 我们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 最近呢有媒体就报道说 在云南有一家公立医院呢 也有类似的一个窗口 这患者挂号是需要蹲着的 也没有安装扩音器跟椅子板凳 对老人或者是孕妇来说 真的是非常不方便 而这个窗口从2017年开始 就一直这样 主要是挂耳可号的 对于市民反映的情况 当地相关部门回应称呢 宣威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 已经介入 并督促宣威市第二人民医院 进行整改 11月16号云南宣威市第二人民医院 表示说他们已经连夜 对窗口进行了整改了 而医院的门诊窗口 它是参照较早前的 办公桌80公分标准所建的 目前呢已经在原来的窗口基础之上 加高了钢板 包括也调试了扩音器 还配备了板凳 哎呀不要再解释了 改造完是这样的 您看看有多好 它挂号它也是误会 对吧 本来患者来医院呢 就够急够难受的 所以你平等面对得多好 现实生活当中 不光有了丁一针士的窗口 会让患者蹲着挂号 还有那种搓衣板路 也让司机抖着开车 是啊 近日广东珠还有市民 撑了公司门前 一条两公里长的马路 装了50多条减速带 小汽车经过都非常的颠簸 咱们来听听过往的司机 是怎么来讲的 好的 你看这一截就三条 搞一条就可以嘛 是不是 你看你听下来大车 走过去的时候 咚咚咚的声音 它这个路很快 会像那个打一样 打个地面一样 很快又搞坏的 其实它是化石填足来的 能够感觉得到司机苦不堪言 这样的马路 这种减速带 简直就是给人添堵的 我看顺便还能够促进一下 周边汽修行业的繁荣 汽车的减震都给垫坏了 系这个样几代了 工厂的员工李先生表示 没有减速带 只需要两三分钟 就能通过这条路 目前得需要十分钟 如果是开重型货柜经过 会很容易震断车的承重的钢板 很多螺丝也会被震掉 我就拿了味了 你说那么减速带到底作用是什么 目的又是什么呢 人家有这个安减速带的挑战 近年来一些公共服务设施呢 屡屡成为扰民的设施 甚至带来安全隐患 设计者和建造者们 你们是不是应该让脑袋里 多想想效果 大脑稍转一转 关键别忘了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将来是新闻速度120秒 说安徽合肥的马先生 曾相亲近百次 最近他复盘自己的相亲史 写了十万字脱单指南 在网上发布后 每天有不少人来请教 马先生五岁的女儿调侃他 爸爸你怎么认识那么多人之后 才认识妈妈 是不是没人要你 你好笨 但小编怀疑 马先生相亲这么多次都没成功 并不是笨 他就是为了写指南攒素材呢 说近日浙江巷山一男子 在离酒驾检查三十米处 突然汽车逃进一个工地 交警紧随其后 发现工地里 只有一名赤裸上身的男子 推测他就是酒驾逃跑者 男子刚开始嘴硬 说自己在工地干活 最后无奈承认 他就是酒驾司机 说传统研究普遍担心 长时间游戏会导致成瘾或心理问题 但牛津大学近日一项调查 却显示游戏中花费更多时间的人 现实生活中更幸福 研究员表示 如果你每天都玩四个小时的 休闲社交型游戏 你很可能会比不玩的人 感觉明显更快乐 但小编认为 这个研究有漏洞 打游戏把把输的人 可能不这么想 说俄罗斯一个名叫 阿列克谢的大学生 住在西伯利亚的偏远地区 平日村庄里 只能收到2G信号 无法满足上网课的要求 他每天不得不走进西伯利亚森林 爬上约八米高的白花树 来寻找信号上网课 说近日澳大利亚男子 贾罗德和朋友在郊外野营 贾罗德左手拿着一根香肠 右手拿着一瓶啤酒 对着镜头说 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啤酒和香 话音未落 突然一只翠鸟扑下来 抢走了他手中的香肠 把贾罗德吓得愣在了原地 您说这鸟咋搞偷袭呢 不讲武德呀 好 说点下 今儿的节目就是这么多 咱们明天再见